那現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桌上 難得有一次我們華人的比例佔得是比較多 我們有五位華人在桌上 只有一個Devoss跟我們的Roman 是我們的歐美玩家 可以看到目前在東方世界裡 就是撲克的一個水平也是越來越高 特別是在短牌這塊領域 其實短牌就是 就是中國的發明 謝謝 也是玩的經驗是非常的多 可以看到我們的曹瑞 雖然是法基華裔 但是他的衣服上是有 中國的國旗 對沒有五星空旗 非常的有意思 雖然人在法國 但是其實他骨子裡面還是湯著華人在寫 身在曹營心在漢 的確是因為法國那邊實在是 生活太過單調了吧 這是我來法國的這個評價我覺得是蠻舒服 我現在坎城先住了大概一周多 然後再到蒙地塔羅住了兩周左右 然後我覺得坎城那邊就是真的蠻 蔚藍海岸嘛 就那邊就覺得就是很舒服啊 就是一個大家都過著一個很悠閒 就是養老不錯啦 就是我們這年紀可能還不適合 而且你來四月份其實還好 就天氣也就正常的成天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八月份 哇那個天氣實在是太好了 是嗎 對的 在五月份到八月份幾乎 每一天都是晴天 而且就風和日麗 嗯 好 我們來到比賽的第一手牌 我們的Roman在槍口加三的位置 應該也就是我們的Lowjack的位置 選擇跟注 他的A9雜色 把我們的關下位撲發 我們Chief Leader 用他的圈九雜色也進行一個跟注 兩位深籌碼 大籌碼都進場 那我們裝衛的K勾雜色 看一下他如何處理這首牌 上來第一手牌 他可以選擇激進一些 他也可以選擇 做一個過 直接跟 直接過牌 還是選擇在有位的情況下去打一個番後 目前底池來到三十萬 我們現在的級別是三萬六萬 所以我們的Roman是擁有超過一百個 前柱 破發是有接近一百五十個 全場最多的 對 然後我們的破發現在 在籌碼多的時候 發現他的進攻欲望也稍微比較強烈一點 好 我們這邊Roman身邊已經是天真順 這張Jack其實 算是對破發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如果掉出一張十的話 他掉出一張十的話 他就是反超對手變成了一個上納子孫 那破發這邊 那破發這邊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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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說完就掉出一張十 破發今天看來是四不可擋 接上去的順子 他有一個非常長非常長的一個七張順 那這裡破發是要打一個價值 而且對手的一張九是會支付他 會支付他 是會支付他 盒牌的價值 就看他盒牌打多少 應該可以打五十萬之類 這打多少都會支付的應該 他自己手上又有一張紅心圈 又又 越加越多 發現有紅心圈可以多打一點 哇打很多 四十億萬 那這個 來說那我們的Roman總會是call的 對啊 call了之後發現對手是一個上順 而且是跑跑上順 他是天真順的 那破發這把真的是 拿到很多的一個價值 Roman沒有開牌 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Roman早就組好 在等他了 好我們這邊KanisKey有一個平跟埋伏的一個SKing Roman這邊有一個不錯的還可以的牌 希望可以看到翻牌的PuckyNice 四萬 是啦 真假啦 好我們POPA獎金快 sorry 我不是獎金 POPA籌碼 已經快要1000萬 還是一個穩扎穩打 好 這邊我們的蕭俊棟有一個SJack 他有機會可以在這邊選擇一個ALL IN 畢竟他只 他省下38萬的籌碼 就是一個大概10個前柱左右 非常非常的少 11個前柱 那這邊我們的KanisKey應該會做一個 他可以選擇跟柱也可以選擇做一個大的隔離 因為畢竟後面還有一名玩家 AK還是希望是一對一的狀況 他是可以選擇加柱到100萬 對啊 可以做一個小的加注到100萬 表明一下態度 表明一下態度 加注到100萬也是告訴我Romen 這裡我又不蓋了 對 90萬一個小加注也可以 就 好 加注一個200萬的感覺 加注到200萬 那這裡是不會蓋 好 是一個壓制的一個牌 但其實在短牌裡面事情是非常難講的 單調單調馬來西亞單調 馬來西亞單調 馬來西亞的真的 馬來西亞單調真的 掉了一天了 掉了一天了 掉的技術絕對強 我們看一下翻牌 A810 那我們的S-Jack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是其實轉牌有很多機會會放在二卷 還是接近七三開 對 如果有一張七一一張九一張Q一張K 都會讓牌是變強的 就保持住了一個格局 沒有因為只剩一張牌而減低 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活下來 然後一張八很可惜 然後我們的 蕭金洞是一手A勾的拳下 被CanXK的AK跟住 然後被淘汰在了第七名 然後被淘汰在了第七名 哎 非常的可惜 他的拋法 像試圖要做一個加注 想了想 做了一個27萬的加注 用他的勾圈同色 速度沒打 還已經超過1000萬的籌碼 1080萬的一個後手 變得一個27萬的加注才專位 A10同色 選擇防守 跟住了27萬之後 第一次來到70萬 現在有秀籌碼是440萬 兩位玩家的手牌質量是持平的 哇 一個天順對天兩隊 2 3 4 poin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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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oint 4 point 2 something 4 point 4 I check 拋法這一圈的過牌 那麼 KinXK是 沒有阻擋對手任何的擊中 那麼是可以做一個下注 來試圖 墜取對手的一些K勾圈的Value 順子的好處就是 往往你的下注都能得到支付 因為你並沒有阻擋對手的任何一個擊中 往頭發會選擇謹慎的過牌跟住嗎 還是會考慮在這裡做一個家注 還是謹慎的做一個過牌跟住 畢竟在這裡是沒有位置 在這個面上還是挺危險的 反超 轉拍一張圈實現了反超 那這手牌就精彩了 波發在這裡是完美地隱藏了自己葫蘆的牌裡 KinXK一定還會覺得自己是目前領先 希望去追去更多的價值 哦 他這裡居然非常謹慎地做了一個過牌 非常謹慎地做了一個過牌 啊 波發可能會覺得對手這裡如果 如果 在轉拍不打的話 在轉拍不打的話 合拍對手會不會打 還做一個下注了 非常小啊 我在一個這樣子底池中 下了一個57萬5千的底池 下注 他的一個57萬5千的下注 他的A10在車裡選擇思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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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pisód系對手這裡我們的 是不是有勾圈的葫蘆 另 Munro 好 來刷你 这其实只是一个合理的质 那时可以不用想那么久 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扑克2019年超高额买入豪克尔系列赛黑山战的解说 这次系列赛一共有两个主赛 这首牌我们的人命中终于在Hijrack位置拿到了一首可以值得All-in的敌牌 我的火发是真的是很有感觉 他的一手牌其实是可以跟住的 但是考虑到对手还有一个Devose Devose在后面直接用AK跟住 但是火发却盖掉了他的石钩 哇,I almost call,Shit, then I call me 火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嗅觉 在后面发后面线 嗯,不输了,我也是够 在后手还有 没有,没用 只有一张 只有一张了 A9910的面 还有一张 因为我们的破发是拿到了一张石 那只有一张了 不出意外的话 啊,没有发出来一时 那我们的短码流命中是一一手石钩杂色All-in撞到了Devose的S-King 被淘汰在了第六位 第一次参加比 他的奖金也有562万港币 那一张松的桌子是一定是比一张紧的桌子要好看的 精彩的多 好,我们的King's Key在枪口的位置 直接选择All-in他的 勾圈杂色 呃,勾圈铜色 那么曹瑞在中央位的K圈应该也是考不懂了 跟住 哦,虽然他这里也是 的确上是领先对手的 但是 面对一个对手210万的 All-in 他果然还是选择跟住 非常非常的果断啊 曹瑞毒牌真的好精准啊 因为K圈这种牌是很容易被对手 压制的 很容易被对手压制的 对手前智慧的范围里面有一些A圈和一些 A skin 但依然选择用K圈 精准的抓到了对手 精准的抓到了对手 目前 给他带来的是7张奥斯 如果没有巴和K的话 我们的King's Key 将会离开我们的赛场 我们的曹瑞 看一下 没有发出来 那么我们的King's Key是被淘汰在了第5名 最后的210万的筹码落进了曹瑞的口袋 好 好 曹瑞在赢下这头抵持之后也是 达到了一个接近900万 达到890万的一个非常深的筹码 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还是恭喜我们的King's Key 好 迪伯斯这边有一个不错的骑士手牌 90童话 那他大概有四十几个前注 我们刚刚 之前在看他有拿十勾童话直接O-In过 所以90童话有可能是他直接选择O-In的一个组合 90童话选择直接O-In 那我们的拨发很有可能会选择跟注 那90童话他O-In的这个 Roman, how much you have,Roman? 四人卓,其实AQ应该有可能会跟的 5 可是这边你们观众也可以看到 AQ对90童话 51对48没有领先太多 基本上是个55开 55 45 and this 55 45 now no 45 and this 所以其实在短盘里面就是像这种状况就是 你推可以推很多 因为大家胜率彼此差距不大 可是你跟不能跟太多 就是因为胜率差距不大 你没有办法去很领先的去跟注对手 那我就觉得这边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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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短牌的話就你盡量是一個多去推去賺一些氣牌率 少去跟減少波動 因為減少波動對整個 整劍在 錦標賽的生涯裡面就是一個好事 好 也是一個五拍的牌 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翻牌 六十十 我們的Divorce中了三條 基本上這X Queen是追不到了 好多了四張K的機會 這要贏不容易啊 還不過還有14%左右的勝率 恭喜我們的Divorce在第四名 我們的Polva選擇跟組 那曹瑞 他並沒有選擇隔離這一次 A6童話沒有選擇隔離 Nimcore pocket 7 喔 這把牌 大家都中了一點東西 但都不夠強 那我們曹瑞是集中了頂對 也沒有選擇攻擊 那我覺得曹瑞可以在這個 繼續選擇過牌 因為他牌已經有攤牌價值了 那如果要選擇下座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應該會是一個繼續的check 應該會是個繼續的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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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ket 7 價值下注到我們Polva 那我們Polva這邊應該要選擇加座 選擇一個平根 這個曹瑞這個KK 才剛講完就是撞到了 那曹瑞這邊應該是要跟他 KK只能跟了 OK 可是就算他KK 你可以看到他的勝率 他KK也只有 51嗎 有這麼少嗎 應該是55才對 他有張S應該是40%啦 沒辦法 沒辦法 你還有S? Roman? 沒有 沒有 我還有S 蛤? S8 有 但你還有Cloud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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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va會不會持續到他的超級強運呢 這把如果他贏下來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底持啊 看這個翻牌 這個翻牌 一樣只有三張S 如果這把讓我們的曹瑞贏走 曹瑞就會變成我們全場的整桌的chip leader 現在看旁邊有很多人在圍觀 好 我們這邊 多了四張queen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我們的 我們的Polva已經run了兩次了 會不會這次再來一張Q 我們看一下River會是什麼牌呢 River是死 曹瑞一個超級超級大的一個翻倍 800萬的翻倍 會變成我們曹瑞有一個1600多萬的籌碼 而我們的Polva掉到了800萬 他們也在 看了一下 檢查了一下現在的PayJump 第3名是1100萬港幣 1100多萬 第2名是1700多萬港幣 所以說目前的一個MoneyJump 是有600多萬港幣的一個 升級 我們曹瑞還是選擇加注 做一個隔離 曹瑞還是比較屬於打比較兇一點的玩家 我們的Polva手排A10是可以選擇跟注的 面對一個40萬的加注 是一個輕鬆的跟注 OK 兩位的手排是一樣的 那這邊曹瑞有一個FreeRaw 有一個後門的FreeRaw 已經輸不掉了這個牌 對 可是他有位置 會變比較強一點 我們破發在這裡 接中了一個A 也是不會蓋給他的 最好的辦法還是選擇一個國拍跟注 好 現在選擇了一個過白跟注 轉排的一張方片K 那麼我們的 後門買花 前門買花失敗 那我相信這邊曹瑞很有可能會再賞一發出去 應該是 畢竟有一個頂隊 170萬的底池裡面 下注100萬 曹瑞的思緒真的非常的敏捷 馬上就可以出手 好 還是選擇一個跟注 還是選擇跟注 那第三方應該打不出來 第三方應該會是過牌 好 這張牌算是保護到破發 讓他 讓曹瑞應該不太敢打出來 應該是一個 1秒的check 就鏡頭還沒到曹瑞就check那種check 因為的確 合牌張牌開出來 兩位玩家都很慌 都是扛不住第三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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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牌之後那應該是輕鬆的過牌 真的是鏡頭沒有到他的過牌 最快的那種 可是這把真的是曹瑞比較有優勢 有位置是比較有優勢 你輸話畢然 you say A's actually nothing What once you check I know you have something 你要撞到AA且輸掉 差不多是 而且我們那44是連AAKK一起算的 對AAKK一起算的 又來啦 又來個KK 曹瑞現在是 國王之王 三次 就短短一個級別都有 三四次KK OK 頂端範圍 那這邊選擇了一個平跟 那我們Roman這邊還是很穩啦 不急不許 選擇一個過牌 那擊中了一個頂隊 勢必要付一些錢 check just check 那我們這邊曹瑞應該拿兩發的價值 所以一個20萬 非常標準的一個下注 30萬的底子中下注20萬 那對手也會拿一個頂隊輕鬆的跟注 那合牌應該曹瑞會秒打個50萬之類的 因為對手的跟注也很快 所以他他他已經展現了牌力 這裡可以3030萬到40萬 45萬 秒扣 然後曹瑞想秒扣就打少了 好我們的Roman現在有點開始 進入危險的區域了 一手牌要輸掉77萬 剩下不到300萬的籌碼 還有Full House Las time before you too 你們沒看過的至少有三把 四把而已我沒看到了還有幾把的時候 自己帶來了 自己帶來了KK 身上帶了一整幅的K 一整幅的國王 我們的婆婆 擊中了一個 啊 這手牌可能兩邊要打起來了 對我們Roman這邊有一個買 Nuts花的機會 花花這裡選擇 做一個下注 他他的底 底池現在有四十二萬五千 我們Roman可能是 如果買到 我一張七 是中隊買 中隊買花 我們選擇繼續的過牌 可能還要再打一發 這手牌可能 他真的要損失慘重了 36萬 那我們Roman後面剩下 240萬 這邊他選擇跟住或選擇 一個Blof了 因為其實假設這邊 選擇 ALL IN就是秒Call啦 ALL IN就是跟了 他其實是有秀到啦 他這裡 他可能是覺得說如果PoFa這邊是只有一個S是跟不動的 那他想在這邊直接 這裡是個失誤啊 因為他中隊的7其實沒有必要去這麼激進的打這個 打這個牌 他是有一定的攤牌價值 他可能還是覺得對手只有一個S的話是在這邊是跟不動的 就沒想到對手有三條 哇那這頭牌 可以看到他只有18%的概率能贏 只有五張出牌 890勾圈的一個方片 只有五張出牌 如果這把 出黑牌就 如果這把 我們PoFa贏的話 那其實是一個 兩個籌碼蠻接近的一個對抗 1200萬對一個1700萬左右 看一下 啊一張黑牌 那我們的PoFa是 成功的 擊敗了我們的Raman 進入了我們前兩名 我們的Raman是 蠻遺憾 但是 也是恭喜他啦 拿到了第三名 得到了獎金是1180萬港幣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可以把精力放在一些 跟對手打起來的時候你的手牌質量要高 你的 番後的關聯度 要緊密 博方拿到一手TopRange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在 實際的權益上 這有90 只比勾圈領先了10% 拿關機離不開黑三了 但是相對來說 這個牌是比對手 在番後的遊戲性 高得多得多 那這邊我們PoFa甚至在這邊可以做一個過牌加注啊 是一個兩頭買順 像這邊過牌加注 就還 蠻好的 蠻不錯 因為畢竟比較 沒辦法攤牌 而且可以造型 因為現在這個底池有點 有點小 他如果攪出來的話 買出來他的七或者 買出來圈 就是可以 保證自己是很大很大的牌 對啊 而且其實 重牌距離本身就蠻大 當自己有順子就不怕對手有什麼太大的牌 那如果PoFa是選擇比較保守的過牌跟著 那我覺得這邊也只能繼續過牌跟著 因為這張K讓對手的範圍增強 那他這邊只能乖乖的去買 這樣在翻牌的時候選擇過牌跟著 那麼再轉牌 繼續的過牌跟著 那其實我覺得曹瑞這個轉牌下注的非常好啊 就讓對方 因為在開出這張K 對方在過牌跟著的範圍裡面沒有什麼K 所以他這邊可以在合牌 可以很簡單的攤牌 好 合牌也是被開牌了 他拿下了一個不錯的底刺 好 目前我們曹瑞是繼續有激進的動作 PoFa這個時候也要意識到對手 他的開支範圍可能是非常廣 用一個大籌碼的優勢在不停的去做一個 零架的一個剝削 所以他現在也是希望 自己能尋求到一些改變 最後排可以來到 一個翻牌 目前 他們有 72萬的一個底刺 在中間 兩位玩家都有擊中 並且我們的曹瑞是有一個頂隊兼兩頭勝 PoFa的中隊 張揚七對兩位玩家來說都不是很好看 都不是特別喜歡張揚七 可能相對於曹瑞來說還好一點 這樣子畢竟他的10還是頂隊 雖然沒有全長 PoFa有可能在這邊選擇如果抵抗 因為畢竟這一把是曹瑞率先加住的 所以 他這裡做一個加住了可能 這邊加住了一個四倍 加住了六十萬 曹瑞是有可能抵抗的啊 因為他畢竟又頂隊他的雙頭瞬 而且這也 不是他的範圍 他也選擇隱藏的排力 那對手這邊是有可能會偷擊的 所以他應該會選擇 試著跟一發 PoFa已經發現了 就他是需要 在一些 翻前或翻後的一些時機 找一些主動性 不然都被壓制住了 挺好的現在 但是 可惜的是這手牌他是遇到了對手的一個 比較強的一個範圍 就是運氣不太好 那如果是在前一手牌或者上場手的話 如果做一個這樣基地的頂靠 其實 完全的就 收到了 效益 其實PoFa我覺得他的 他的這個轉牌跟住的其實就OK了 因為畢竟他的這一對8 其實還是一些有些攤牌價值 他應該是可以選擇 過牌了 可以選擇過牌 就我覺得這張7不是一個很棒的 因為 本身 PoFa有7的 組合也 並不是很多啦 出個K或者是 勾的話好一點 現在出勾的話對手已經拿到了一個順子 對 那PoFa是不是要選擇一個加住呢 這裡應該要選擇加住 46萬之類 40萬 那加住的並不是太大 那這個可能是可以選擇一個 繼續的跟住 雖然他的牌不好 對 但是由於賠率實在太好了 賠率太好了 好 雙方都擠了 集中一個10 那雙方都做了一個check 這 然後在這邊我們的PoFa集中了兩隊 那是直接曹瑞已經 撞一下 試圖要做一個偷吃 我下的蠻大的 57萬5000 撞到了對手的一個頂端範圍了 這牌翻前 一個24萬 的跟住 可以跟到一個 90多萬的底池 好 我們PoFa選擇跟住 好 我看一下River 在這200萬的底池 哇 偷不掉 那曹瑞只有一個 10配 他應該選擇放棄 因為畢竟被 PoFa在 呃 翻牌的時候選擇過牌 那這邊 其實這邊應該很難投了 因為PoFa很可能是有S的 過牌放棄 PoFa要打這二支 後來很響 對手在轉牌打那麼大 說不定還是有A喔 對啊 所以PoFa有可能會打很大 他抓對手的S嘛 所以他有可能打個什麼200萬之類的 可是曹瑞是完全沒辦法抵抗 他果然是拿大籌嘛 因為其實曹瑞有可能有S 甚至有可能有順子 因為他轉牌打得很大 真的接近200萬 打了100萬 他100萬 喔 曹瑞直接把對手的牌講出來了 曹瑞就問他都是S10嗎 曹瑞直接講出PoFa的底牌 獨牌真的精準 好 A勾對K勾 如果發一張勾的話 就有點精彩了 做了一個45萬的家主 選擇跟住 秒跟 過牌 過牌 那曹瑞這把牌還是有一些繼續的一個本錢 就算他過牌應該是選擇一個跟住 我們的PoFa選擇埋伏並沒有選擇攻擊他的兩隊 曹瑞要跳出來打了嗎 喔 又是一個中注 他是Over Bay嗎 他在80萬的底子下注130萬 超齒下注 90萬的底子中下注130萬 K勾 這樣又下注了 如果他選擇了在 翻牌的時候埋伏 這邊應該是一個 已經對方算是中計掉入他的圈套 他應該是要選擇跟住 對方 但也不好說 對手 在這裡 直接做了一個超齒 對就是像我們之前有聊到嘛 你要偷我是你家的事 我不會蓋我的頂範圍給你 就是我有兩隊我不蓋給你 那如果這邊我只有一張K 我有一張Q 我蓋給你 你大 可是我這裡有兩隊有三條 我當然不能蓋給你 哇一張10 哇慘啊 好慘啊 直接中了一個納子 直接中了一個納子 好我們的槍口味 超齒可能這會 假裝視落下一個小注 還是要 還是可以要打 可是打太大對手跟不了 嗯 X10啊 打了一個230 哇這打蠻重的 那這兩隊開不動了 這兩隊是開不動了 沒有 沒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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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轉牌的時候就在想 考慮對手打這麼重 會不會就是 已經是拿到你很強的牌去拿自己的強範圍了 他這裡應該是很難去抓了 真的很難啊 這兩隊抓不動 SK跟SQ 目前手裡是沒有A的 他們兩隊只能拿來抓G 連9都抓不過關鍵事 對方的9 對方的A 對方的 很多擊中 除了A之外,很多牌都有一個碳牌價值 這個我們的Pofas是一個free roll 這個是會打完的牌 好大 我覺得Pofas要做一個check race 這裡可以選擇做一個check race 因為畢竟是買牌 他的圈牌秀 秀不了 八張牌在短牌裡面是非常強的騎士頭牌 他八張再加五張欸 直接是 應該是八張加三張 八張加三張 所以花扣掉 對 紅桃K和紅桃8不算 八他死完 八他死完 曹瑞有可能會all in 我不排除 被free roll 他這裡還是選擇call一手吧 如果是先掉一張什麼K大彎 然後被free roll 對 K和8 看一下曹瑞的運氣 哇 中花了 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頂天了 second nuts 而且對手也不太可能會有K花的 他太小概率了 我覺得這邊要打很小 50萬 沒有 不一定喔 因為對手 對手他在翻牌是跟住了一個過牌跟住 對 他直接選擇過牌 那我們的曹瑞 會不會選擇在這裡買一張免費牌啊 嗯 可是他也 他也是覺得說對手會不會 這裡造了一個陷阱啊 曹瑞是很兇的 過牌 哇 又一張 太多張了 那就沒辦法拿價值了 反而曹瑞會不會轉成偷機呢 曹瑞是開不了牌 哦 破發繼續過牌 那這裡是一張 把自己的 second nuts牌 做了一個偷機 做了一個抓機的一個 設定 啊要打了 那這邊破發應該一個Easy code 應該一個Easy code吧 他只輸一個 只輸一個紅型K 對方也沒有銅花筍 6-8 他這邊應該不會蓋牌吧 不會蓋的 不會蓋的 我要看你的卡 Quinten Quinten vs.Quinten 紅桃 Drawing that 在翻牌就直接Drawing that 翻牌就沒有 沒有出版被Free Roam 我拿到槍 K10 K10沒花對上Easy Easy出選了 那這裡可能 甚至會選擇一個加注 還好 我們破發自己選擇跟注 那就是 面對一個加注就是一個跟注 對 這K10的紅花也算是一個不錯的 No gamble no future 給了 Good call No gamble no future 要去冒一些險了 看一下 Po8 Po8現在是 用K10沒花 沒有後門花 沒有後門花 擊中了一個中隊 這張8 並沒有改變任何的局勢 過牌之後 過牌之後 合牌的一張 喔 中了兩隊 K 我們Po8是直接中了兩隊 那我們AA被反超得好厲害 那AA其實 其實Po8在這種結構 他兩隊企業練 不是很好打 因為上面一張成熟 那我們曹瑞應該會選擇過牌 過牌之後就 又是兩隊了 選擇過牌跟注了 又是兩隊了 選擇過牌跟注了 喔 曹瑞是一張紅心AX 是要轉成炸弧嗎 這個牌面是蠻濕潤的 他做了一個1.5的 1.5 150萬的下注 他擋一些花 擋一些順子 然後把這個轉成炸弧 哇 這把曹瑞真的厲害 他也怕對手的範圍裡面 有一些比自己強的東西 因為這個面的確是可以打走一些 比自己強的一些牌 比如說K-10一樣的兩隊 哇 我扣了 哇 我們這邊超級OVERB 超級NICE COVER 哇 我們這邊POVED 超級NICE COVER 超級NICE COVER A9對99 Full one time, Rui No 不行,還笑家主 跟曹瑞打的真的是累 這手牌,我們的頂隊帶一個NAS TIN牌 一個 然後撞到了頂三條 好,那我們Pull發選擇過牌,選擇下注 這裡厲害了,一個頂隊帶NAS TIN牌 下注一個一半的底子 我們這邊曹瑞會不會有可能做一個check raise 因為其實 還是要選擇去扣 因為這個牌還是蠻安全的 我們看一下轉牌 會不會有這樣紅心漆 應該不太會了 哇 那這裡沒有辦法了 曹瑞幾乎捉音帶了 曹瑞就 就只有 沒有牌了 久在對方手裡 久在對方手裡 捉音帶真的是捉音帶 連跨尺的機會都沒了 他也知道 他因為這裡花是比葫蘆大 他沒得追了 對 他對手下注沒法打了 沒得追了 90萬 哇,這個牌好難受啊 看到一張紅頭好難受 對啊 他這麼大的一個天牌 看到一張紅頭 這邊好像也只能蓋掉 跟 Josh 沒有暈倒了 不暈倒了 3.9白撲我 差一點點 如果再翻牌做了一個加注 因為加注也加不完全部所以可能還是會更數 加注了之後這個牌就厲害了 他輸好多好多 對 看到了之前曹瑞一手大牌 那準備動牌沒贏到 證明我厲害了 對啊 那就好了 一直AAKK還贏不到 我們這邊曹瑞應該只能氣牌 沒得一個60萬的下注還是選擇跟不住 因為這個翻牌太便宜了 打得好累 收仇吧 收到累 都有擊中 分配是擊中的踢腳啊 7和勾的踢腳 那如果開一張9 開9又厲害了 開9排面還蠻乾的 這這這這 開了點 開張梅花9排面非常乾 差一點點 開張8便兩個都有機會 我們曹瑞先跳出來打 大 100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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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就打得有点累了 比较没有耐心 稍微有点心服气躁 他觉得这边有S是不用背的 为什么这边S要打 的确是很难抓 超难抓 抓的范围的确也是这些范围的 对手有一些 妈的这个没了 有一些两高章的一个听牌miss范围 八九他也是这样打的 这个人 八九也是这么打 三条七啊这里 损失惨重啊 420万 稍微就是有点心服气躁 我马上就能调整回来 因为现在有有一个按摩师按摩 我可能会舒缓一点 有这个嘛 没有不给你看 好呗 三条狗鸡没有了 我不敢大的 错了 错了 这里又是一手A7对上KK KK很大看一下这个翻后底持 这个牌我觉得 会比较的 啊 这个牌 KK应该 KK应该会打 打到 打到自己很多价值 发了两张A啊 KK还 我还会觉得自己是 不会觉得自己是小的吧 哦一张迭牌9出来了 那么他输的牌又比较多了 那么他输的牌又比较多了 又打了一个中注 啊 90万 标准注码 KK只能靠了 打 这里大牌KK总是输 啊 几手牌我们的破发就输掉了接近 一半的筹码 900 好 继续 来到这手牌 一个K圈队勾勾的 手牌对抗 非常强的范围啊 在单挑的时候 转牌来到689 两张方片 好 前置位的曹瑞选择用抄队勾牌 破发也是选择了一个 随后过牌 那么第二次选择过牌 在50万的抵制中 面对一个30万的下注 啊 选择过牌跟注 看一看我们的合牌能不能实现反超 好一张红星A 并没有实现反超 那么这一面对前置位的过牌 破发这里也知道他的牌 还不太能开 一个K嗨 在这里不赢太多的手牌了 输给了对手大部分的组合 那么如果要偷驰的话 在110万的抵制中 可能要下注超过60万 打一个70万的抵制 看一下我们的曹瑞 会不会选择用一对狗来抓鸡 还是选择 还是选择 还是选择call了 成功的用他的一个 一对狗去抓了一个 对手的鸡 的确是在前面两条街 都做了一个过牌的情况下 那么合牌已经在前面控持 那么合牌的这手抓鸡是必须要支付的 否则的话你就被 自己剥削了太多的权益 连续的过牌 控制之后再合牌做一个合理的支付 合理的跟注 这手牌我们直接打到了欧林和call 三百多万的三百亿 五五开 纯正的五五开 50%对49%的权益 如果这手牌破发能赢下 这场对抗 那么又重新将回到一个八百万 对对手一千六百万的一个一比二的 格局 哇 虽然击中了一个圈 但是也给对手了一个 两头买顺的机会 七张牌的出牌 一个六四开的对抗 如果这手牌破发是 没有顶住被对手嚼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的曹瑞将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 直接买到 那我们的S 我们的破话还有两张勾的反买 非常低的概率只有7% 看一下盒牌 没有发出来 那么我们比赛结束 好 非常遗憾我们的破话 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亚军 输给了我们的曹瑞 也恭喜我们的曹瑞啊 传说中的短牌之王 我们的法级华裔 海外归来真的是 展现了非常多的一个技术的体现 恭喜我们的曹瑞 获得我们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主赛式的冠军 拿下2630万港币的奖金 我们的破话也是拿到了1710万奖金 非常的高 整整的2630万呢